今天我让巴基斯坦带咱们去当地的步行街逛一逛 走 现在出发 现在是上午10点37分 今天是工作日 工作日并且是上午 看看这边的人多不多 看看他们这种写字楼 基本上都是五层的 上面是四层公寓 下面是一层写字楼 商处两用吧 咱在咱们中国 这个地方就是步行街的入口 咱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住宅 在巴基斯坦是不分宅基地 还有商业用地的 这边的土地可以随便使用 你可以在这个市中心里种地 可以在这个郊区开理发店 你可以在住宅区里边开写字楼 兄弟们我们到了 看一下 这个城市相当于山东的贺泽 资博 在国内的体量 差不多是巴基斯坦的三线城市 这边一进口就能看见这种卖家电的 像咱们那个苏宁易购啊 家电品牌 里边有电视冰箱洗衣机应有尽有 还有卖这种服装的 看看一二三三层楼也非常大 这边有卖二手服装的 在这边二手服装是非常受欢迎的 这边二手服装基本上是十几块钱一件 非常便宜 多数都是从中国过来的 我平时来这个步行街的时候 人满为患 人非常多 今天是上午 咱们巴基斯坦人起的比较晚 睡的比较晚 多数的工作都是在下午 现在我们在这里呢 看见很多的这种店铺 看看 微博 还有这个Infinite 是咱们中国的品牌传言啊 这些全是手机店 看看 这还有小米的店铺 到处可以看到咱们中国的产品 尤其是电子产品 咱们看看这路上卖的这个水果 你们见过吗 这个有点像铜钱那么大 这个装一勺 这个巴铁兄弟的发言非常炫酷啊 兜里还揣着这个梳子 这是松子是吧 这个松子也来这些 这个杏仁也来这些 这还有核桃人开心果 咱们在这个地摊上 能看到几样东西 是咱们国内我是没见过 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 这个东西是肯定是没有的 还有这个东西也没见过 这个东西是他们阿拉伯 最有名的叫椰枣 就是我们小区里 很多的这种椰枣树 比那种椰子树有小一些 这个咱们中国也有啊 这叫桑圣 桑圣带成干 这三袋多少钱 一共是三千 不便宜啊 这一共是三千卤比 相当于接近一百块钱人民币了 这个步行街有很多国家的品牌店 在巴基斯坦 这种步行街 已经是非常豪华了 就有点像天津的金街那种感觉 兄弟们 看这边 在巴基斯坦街头 也能经常看见 这种卖甜品的 看看 这就是神奇的绿汤子 这个雪糕 这个季节没有了 然后这还有一点零食 这个我都没体验过 等有机会 我一定要体验一下 这边的步行街 是没有城管的 你看看路面上摆的这些东西 只要你有了一个店铺 前面随便摆 只要不挡住行人就可以了 阿斯兰的哥哥 这个城市的中心 就这一个地方 很小 经常能碰见熟人 这些三蹦子 一大早就开始结活了 看看 这个是步行街的一个枢纽 是一个撞盘道 这个撞盘道 看起来有没有很复古 看看这是卖那个花店 特别好看 这是他们结婚手用的 对面就是菜市场 卖肉的 这个点 你看店铺还没有开门 这个城市苏醒的时间 大概就是早上的10点到11点 对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银行 他们这里以现金为主 这个银行每天都排了很多的人 看看这是卖的袜子 三双100卢比 四双150卢比 三双三块钱 一双一块钱 这个跟咱们国内很像 咱们国内也有很多这种卖袜子的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门口经常有这种小摊 你好 你是不是广东啊 广东话 我不太会啊 兄弟们他说的好像是粤语啊 我这个不太会啊 对对对 对对对 刘昊兄弟告诉我 这个房子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 咱们看一下 看上面这个小窗 这种风格 这是当年英国人在这里建的 100多年了 他们这边有很多古老的建筑 但是呢 他们从来不把这个房子翻修 就一直让他们这么旧下去 看看这边还是有很多品牌店的 这是什么品牌店咱也不知道 就是有非常多 门口还有很多的保安 这个旁边就有一个卖果汁的 据说他们这边的橘子和橙子非常甜啊 中卖有一万岁啊 这个老大叔是穿街的 你要给他俩来两瓶果汁 看看他们这个机器 有点像那个绞肉机 就是把肉放进去前面绞成肉末那种绞肉机 是不是很像 拿这个木锤把这个橙子挤压一下 下来的汁再过滤一下 咱们就可以喝到新鲜的橘子汁了 咱们要了五倍啊 给刚才说中华友谊的这个大哥 还有这个路边擦鞋的大哥 一人送一杯 大家经常看见有很多的这种苍蝇 他这里放了一个香 所以说这个摊还是干净卫生的 用三四个橘子炸出来的橙子汁 也不是特别的便宜 就相当于三块钱一杯 咱们要五倍 给这个大叔来一杯 没事 咱们得感谢咱们 输个礼啊 谢谢 五倍花了五百卤比啊 十多块钱 还是很合适的 兄弟们我跟他说了他放了马萨拉 哎呀这个橙子汁有点酸酸酷酷 臭臭的 干净卫生兄弟们 这个大哥给其他的八点兄弟用 试用的这个无限熊王呗 给咱们用的是这个杯子 这个大哥立马就接到生意了 他把这个果汁放在车后面 这个技术相当牛了兄弟们 这个步行街最大的水果摊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长得像什么的霓虹桃 咱们来一公斤 这个霓虹桃非常可爱 看看这个造型 咱们要来一公斤尝一尝回去 看看上面布满了这些小苍蝇 他们这边石榴也是非常火的 有很多的果汁石榴果汁 还有这个是一种梨 特别甜不知道是什么梨 还有这种小苹果 大苹果 橙子 水果基本上就是这些 没有什么太多的特色 咱们一共花了400卢比 买了这一公斤霓虹桃 就是两斤装 兄弟们 这个步行街基本逛完了 基本上是15分钟就能走到头 再15分钟回来 这边基本见不到甜品 能看见汉堡炸鸡的店 但是这个点还没有开门 基本上都是下午两点左右开门 他们在路边只喝了果汁 还有这个巴基斯坦的奶茶 巴基斯坦的奶茶 一般都是在那种饭店里 然后咱们今天也喝不上了 奶茶都是配着那个饭后 饭后的饮品 行了兄弟们 咱们下期见 兄弟们觉得这个步行街 感觉怎么样 那个是不是挺好